南回艺术季开跑再加上违解风 所以可以看到设置艺术作品的地方 优客是增加了许多 甚至有些作品还需要排队照相的情形发生 是否会出现防疫破口 县政府回应表示将会设置告示牌 来提醒游客保持安全距离 南回艺术季开跑加上违解风 因此在设置艺术作品处游客络绎不绝 甚至有些创作需要排队照相 防疫出现隐忧 但有民众则选择人少时再拍照 避免人群聚集 尽量避开 如果有人在拍照 我们就是先等一下 等人潮再比较远一点 我们接下来再拍 然后尽量也不要去碰那些经典的东西 对于艺术作品引游客热潮 是否成为防疫缺口 政府回应会尽快在热门作品设置告示牌 提醒游客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作品刚刚完成 可能新闻稿等等宣传我们也都出去了 加上稍微降级 解封的状况稍微降级 管制措施降级 所以确实有比较多的游客来到现场 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密切的注意 那至于刚刚所提到说 有一些作品可能受欢迎的程度比较高 已经有游客在排队的状况 那考虑这个防疫的相应规定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这几样作品旁边增加告示牌 那提醒民众依照防疫的规定把排队的距离拉开 那依序轮流去做拍照 南卫书记开幕不到一个礼拜就引起游客回响 防疫措施势必不得松懈 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各景点的防疫措施 这讲解大午相报道